他就是一個護士小姐 他交了一個三年多男朋友 後來就結婚了 那結婚之後這個家裡面 男生的家裡面還不錯 但是很傳統 所謂的傳統大概就像文婉傑 或者是 我沒有傳統 年月飯一定要回來吃之類的啦 對對對 然後當然第一年結了婚之後 這個護士小姐就跟這個先生 就回去吃飯了嘛 可是護士小姐家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姐姐 還有爸爸媽媽都在 那第一次 第一年回去吃飯之後 第二年結婚第二年 他們家裡面就發生了一些變化 好比說在年初的時候 他的姐姐就嫁去美國了 然後到了年中 接近年尾的時候 他的父親就因為一些病 就過世了 對然後就等於說第二年的 回去吃年月飯的時候 他們家裡面只剩他媽媽一個人 然後這護士小姐就心裡面很難過 他就想說 他會替他媽媽找想同理心嘛 前一年是我們四個人一起吃 第二年是我嫁去剩你們三個人吃 結果第三年就剩媽媽一個人吃 媽媽還是要準備那些飯來菜 這就是剛剛國安講的 如果女兒去吃 去人家家裡一個人吃的話 該怎麼辦這樣 然後他就很難過 然後於是他就跟他老公商量 就說我可不可以出事業回去 家裡面跟媽媽吃飯這樣 那這老公 這老公聽一聽他就說 可是我們大年初二還是會 給你回去嘛 對因為規矩是這樣嘛 所以你也不用那麼急著 陪去吃才一個晚上而已 那這老婆想說好吧 那就聽了 因為就傳統嘛 遇到這種人你又沒辦法啊 然後所以後來 他們就回去吃年夜飯了嘛 可是這媳婦就想說 我還是要做好我的本分 他老婆公婆歡心 所以就弄菜啊吃 然後搶眼歡笑啊 然後到時候 搶眼歡笑 是搶眼歡笑 因為他心裡面還是掛著 掛著他媽媽 你看我們這裡這麼熱鬧 那我媽媽一個人 對 那你們都這麼熱鬧 有差我一個人回去陪媽媽嗎 其實鄭大哥這個心聲我真的不是第一次聽了 我聽好多嫁出去的媳婦都這樣講 對啊 然後後來呢 不是說如果我們家也熱鬧鬧鬧 我OK我留下來 問題是你們家熱鬧鬧鬧 我媽媽只有一個人 我要回去這樣不行 對不對 鄭大哥如果你未來你媳婦是這種狀況的話 你會不會讓你媳婦回去 會 要從人性出發啦 是啊 你會啊 我會 這個我就會 你為什麼會 你跟剛剛前面第一段 你會讓人家感覺說我是女女 我不敢提出這個要求 我覺得大家都把我們二分吧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二分吧 你們這樣講太局限了 其實那個是身份跟那個時間空間不同 他才15歲 這個已經是自家人了 其實媳婦是自家人 你要站在家人的立場去考慮到他的感受 你指他的時候不要這樣 這樣好像要拿槍 一直受傷那樣 沒有到最後就是呢 講完吉祥話 拜完年 拿完紅包 然後爸爸媽媽新年快樂 這時候他老公突然在旁邊就講說 好啦你吃完飯了 那你就趕快去回去工作完 你今天要值班嘛對不對 然後他老婆還嚇一跳說 愣了一下 他愣了一下 他傻了 對我要回去值班 然後那個時候公公婆我聽到也說 蛤你今天還要值班喔 那趕快你去忙 趕快吃完飯你趕快去忙 然後就化解了這個事情 然後他就很 趕快去陪媽媽 然後他跟他老公之間當然就 感情就更 這其實這個真的會 這個老公不住 當然也有人講說 像你們提的就是說 為什麼不把媽媽直接帶去 那個公婆家吃飯 我覺得這種事是一步一步來 就好像我跟阿德老師 一直在講這種 觀念比較新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講的是一個未來 可是可能文文姐 你們講的是一個 現在該怎麼做的一個 緩衝的一些方法 因為還是要一步一步來